你不就是网红吗?有什么了不起的? 中国女孩在英国留学租房子,却连连发生被房东霸凌的事件,甚至在女孩回国期间,不经过同意就随意进入女孩房间,而女孩强忍怒火礼貌,拒绝房东进房间,不料房东竟然暴怒还将女孩赶出去。 女孩很生气,但也不想再忍受霸凌,无奈向房东妥协,可就在退房那天房东不但不退钱,还要求女孩向房东道歉。 对此,网友表示,大家在外都不容易,为什么要自己人这样对自己人专注军事解说,每天都有新知识。 这里是阿龙探长,欢迎订阅,近日,一个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女孩小美,贾明,分享了她被华裔霸凌的事件。 去年,小美在一个二手群里找房源,找到了一个华人转租的房租,当时小美觉得合适就签了合同,并在九月份搬了进去。 但没想到,她会在房子这件事情上,还被华裔霸凌了一段时间,甚至还持续长期的打官司之路。 事情的起因在去年那过年期间,因为女孩过年的时候已经返回国内过年,可由于疫情原因,小美患上了肺炎。 一天晚上,小美刚从医院输液回来,大概九十点钟的样子,身体本就十分虚弱地回到家中。 就在此时,远在国外的华人房东打了电话过来,上来就询问了一句后门钥匙在哪儿。 房东不明所以的一句话让小美听得一头雾水,接着聊了几句才得知。 原来房东在打电话的时候已经进去小美家中,并且房东进去之前没有和小美打招呼,房东的行为让小美当场无语。 不过,小美还是很礼貌地回应,下次再进去我家的时候应该给我打声招呼,可万万没想到房东的接下来的反应更加令人生气。 房东不仅没有任何道歉,或者也不觉得有任何的不妥,反而还是态度十分强硬地继续询问要是在哪儿,然而房东的目的似乎并不单纯。 并且在谈话期间,房东不止一次的转移话题,到处指责小美为什么将自行车放在家里,家里乱了脏了,需要打扫之类,无关紧要的话,来躲避小美的问题。 但是,在英国房东想要进入租客房间是有正规程序的,首先至少需要提前24小时通知,并和租客商量时间。 重点是,如果租客不同意紧缺的情况下,房东是没有群里进去房间的。 所以,房东的行为已经违反了相关规定,但这些还只是钱财。 直到小美回到英国之后,事情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,有天下午,房东再一次打来电话,称她老公要来小美房子里拿东西。 询问小美什么时候在家,因为小美每天都要去卖奶茶,晚上八点之后都在家,可房东一停又不愿意了,执意要求下午五点过去。 经过上一次是事情之后,小美对房东的印象已经大打折扣。 不过小美出于礼貌,还是礼貌地拒绝了房东的要求,并要求她在家的时候,房东再过来拿东西。 没想到,当董直接震怒了,就这一两分钟的事情有这么麻烦吗?有什么隐私吗? 你不就是个网红,有什么了不起的啊? 这时,小美已经感到毛骨悚然了,因为她从来没有向房东方提到她做自媒体的事情。 如此看来,房东有一直默默在监视她的生活,不仅如此,房东字,字句句都加枪带棒, 甚至还对上次贸然进去小美家中的事情辩解,称需要维修东西才进去的。 要不然就要等两三个月,可小美从头到尾都说让进去,只是礼貌提醒进去之前要提前说一声, 可小美话都没说完房东的嘴,就像连环炮一样,让小美都长不开口,不仅不承认当时行径做的不对, 甚至还直接提出让小美一个月后直接搬走,总之房东所说的一切似乎就是小美不够通情达理, 是小美的问题扑啊她解脱再赶她出去,就连网友都看不下去,称这个华人太离谱了,专挑自己人坑, 但是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轻易结束经过小美的一番努力后。 找到了她现在的住处,她本以为搬出就结束了,然而她与房东的战争才真正开始在英国有相关法律明文规定, 如果是房东终止合同的话,需要提前给房客两个月的时间,如果房客没有搬走的情况下,房东是没有权利来驱逐房客的, 并且如果房东驱逐房客的话,房东则需要支付一笔丰厚的不赔偿,甚是很有可能房东还会有犯罪风险, 但是小美并没有因为房东的发霸凌而去选择反击,主要是小美不愿再和这样的房东继续接触, 当下就想尽快远离那个环境。 没想到,直到退房当天,房东无礼的行为还在继续,因为那天小美需要带猫去打针, 再加上小美对房东有创伤应激障碍,不愿亲自面对,所以小美就找她朋友Josh戴上钥匙和合同找房东, 当Josh找到房东的时候,态度依然很傲慢,并且还保持了她一贯不礼貌的态度。 房东先是在小美之前住的房间一通抱怨,就连拖鞋放在哪里都令她看不顺眼, 甚至还有将厨房里的油和盐拿起来再重重地摔在桌上,来发泄她的不满。 不仅如此,房东一边暴躁地检查,一边呵斥小美过来。 然而,她所做这一切似乎就是为了不退押金做铺垫,甚至还拿房间打扫不干净为由, 而Josh据理力争说打扫的比来之前还要干净,可房东就是不听,还不承认, 最后直接把Josh赶了出来。 当小美回家通过Josh了解过此事后,小美料想到估计房东是真的不会退押金了, 但是小美还是想再尝试一下,并礼貌地询问,已经检查完了,现在可以把钱退给我了吗? 然而,房东的回应让小美感到勃然大怒,万万没想到,房东竟然提出再打扫一遍, 并且还要带上小美朋友Josh给房东当面道歉,才会将2.4万的押金退还给她。 这一次,小美不再选择退让,决定向类似居委会的地方进行求助, 他们会帮助租客或者房东提供帮助的一个地方, 但是当小美向当地居委会求助过后再一次绝望, 居委会称,想小美这样的情况特别的多,而且大多数房东都是华裔, 他们能给的建议只有两条,第一就打官司,但是花费比较多, 大概就是1万8到4万7之间,也许会更多, 不管是时间还是金钱都有很大的花销, 第二就是向房东道歉,此时小美直接崩溃,嚎啕大哭, 明明受委屈的是她,有问题的是房东, 现在却还要向房东道歉,才能拿回本就属于小美的钱, 也只有这个方法是小美拿回钱最快的方式, 但是经过小美深思熟虑之后, 她没毅然决然地决定打官司来伸张正义, 她不让让之后来留学的中国人再走她的老路, 另一方面,她作为一个有一点影响力的人, 如果她不站出来反抗, 像其他留学生只能任这些华人房东任人宰割, 所以小美决定打官司,不管输赢, 她都举动要为同样被欺负的留学生做好榜样, 官司结果还没出来, 但相信正义会打败一切相信,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, 碰到房东不讲武德, 想私自进入房间去赶租客, 不退押金之类事件, 谁碰见都会像小美一样崩溃, 所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 一定要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, 毕竟邪不押政, 在经济方面, 蒙古其实和我们国家的内蒙古, 盈利方式极其相似, 都十分依赖虚木业, 而蒙古作为一个国家, 其规模自然是要比内蒙古大上不少的, 据悉, 目前蒙古国有不到四百万的人口, 但升出数量却达到了惊人的五千万, 这样悬殊的对比差, 简直令人咋舌, 但虚木业经济比较看老天的态度, 一旦遇到旱灾等天灾, 就会陷入困境, 而且如今的蒙古因为政府的不作为, 导致牧民毫无节制地放牧, 很多地方的土地沙漠化越来越严重, 甚至有人预测, 按这样的趋势下去, 蒙古的畜牧业将会大幅度缩水, 不过, 蒙古对此似乎并不是很担心, 因为他们还另有倚仗, 那就是矿产资源, 大家可能不知道, 蒙古的矿产资源涵盖各个种类, 像是煤炭, 稀土和铜矿等等, 若是把所有矿产资源的储量加起来, 蒙古甚至还是世界第一, 现如今, 蒙古的矿点数量将近七千个, 随着持续开采, 又慢慢成了一个依赖矿产的国家, 矿业新国, 是蒙古的新一代理念, 但有个很尴尬的地方, 蒙古的基建设施并不好, 即便这些年在尽力发展铁路, 可陆运效果依旧不是很理想, 而像是矿产资源这种东西, 又一般不会走空运, 所以蒙古的矿产并不能实现大量出口, 如此一来, 就只剩下海运是最划算的, 可大家都知道蒙古是个内陆国, 离着海岸线十万八千里, 去哪找港口运输呢? 方法倒是也有, 就是找附近的第三国代为运输, 或者说是从第三国租借港口的使用权, 而加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蒙古, 最理想的合作对象就是中国和俄罗斯, 不过俄罗斯其实比蒙古强不了太多, 他们虽然面积广大, 但可用的港口就那几个自己都不够用的, 怎么可能借给蒙古呢? 算来算去, 只剩下中国最合适, 然而最尴尬的来了, 蒙古跟咱们的关系并不好, 这又是为啥呢? 蒙古国和中国之间有矛盾,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历史问题, 当年成吉思汗以蒙古为基点, 对外无限扩张, 绝对算得上一失王者, 而他有个很严重的问题, 就是种族歧视受他的影响, 蒙古人压根就瞧不起汉人, 甚至延续到了如今的蒙古国。 另外的矛盾, 就是蒙古国有些酸, 眼看着内蒙古作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, 却比蒙古国一个国家都要富裕, 这让他们心里有点不平衡, 甚至是妒忌了。 遗留自以来,